那我请你们四位请立 我们还是借着几个简单的问题 让你们在众人面前来表明跟随主的决心 你们四位是否相信像圣经所说的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包括你 包括我 你们是否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好行为 来解决罪的问题 唯有接受神赦罪的恩典 才有可能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你们是否也相信 神为我们预备赦罪的恩典 就是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降生 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你们是否就愿意存着感恩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们个人的救主 接受祂带我们受死的恩典 你们是否也愿意让复活的主 住在你们心中 让祂做你生命的主 你们一生信靠顺服祂的引导 获出一个讨神喜悦 荣耀神的生命见证 请坐 我们现在就让他们四位 依次上来分享见证 先是学生团契的史文岳 然后新生命还有父女天地的康阿姨 父女天地的淑贤 还有各位家庭团契的卢庭 他们一次上来做见证 他们四位都作为见证之后 我们会让康阿姨还有苏贤所参加的 父女天地献一首诗歌 好 先请问你 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美安 作为一个长在新中国活在红旗下的 二十一世纪无神论者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基督徒 但是神就是有这样神奇的作为 第一次去团契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一个卡拉OK小团体加一个阅读力解词导办 后来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也固定去团契查经 然后在教会上主日学听牧师讲道 但是仍然没有认真思考这一份信仰和这一条道路 因为那时候我仍然觉得 依靠自己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我不需要一个虚无飘飘的神来掌管我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却推了我一把 和前男友的分手让我陡然对感情丧失了信心 让我觉得人类的爱情是那么的不可靠 分手那天晚上我告诉了邓领这个消息 但是他却跟我说神自有安排 我当时并不理解这句话 但是两个星期后 当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小幼带我一起做节制祷告的那一刹那 我突然明白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代理 他让我通过这件事情 认识了 遇见了主耶稣 刚清楚的那段时间 我仍然没有察觉自己的生命有怎么样的变化 也有过疑惑和怀疑 但是感谢神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带领我 无论是团契还是教会的主日学 都帮助我坚持灵修和祷告 也让我更加的真实地经历了神 面对同样找不到工作的处境 之前的我焦虑会质疑自己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但是现在我却会主动去寻求主的帮助 谦卑地祷告 然后也会有来自神的平安与我同在 最重要的是 我现在知道主耶稣爱我 而且那一份爱 他永远不会改变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康秀荣 信主钱常常在 在自卑忧虑中度过身体不好 多种大大小小的疾病缠绕着我 退休后嘛 因为可以享受生活了 但却不能如愿 年迈高龄的老人 丈夫的身体问题 女儿原在美国工作 而且怀孕待产 需要帮忙等种种使我 仍处在整天忧愁和不安中 就在我面临多种困难的时候 遇到了国内信主的姐妹向我传福音 我随她第一次去教会 虽然感到一些安慰 但赌经不能理解 就没有继续下去 2010年5月我第一次来到美国 帮女儿照顾月子 至今中国美国来来回回 在美期间 女儿一家带我参加教会的 逐日崇拜 开始我仅仅是跟随她们来教会 很少真正思考 直到今年年初参加妇女天地 新生命团契和逐日学 和教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 一起读经 查经 祷告 我读圣经渐渐读懂了 神的话已吸引着我 好像很多神的话都是针对我说的 我开始渴望读圣经 每天都必读 如果有一天没能读 就有一种缺失感 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 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只有凡事依靠主 我的生命才能完全 才能真正被喜乐充满 入贴萨罗尼加前书五章 十六到十八节所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我的心平静了下来 喜乐平安充满了我 我开始以祷告的方式 求主看顾 虽然我以前的困难有些还在 但我能以喜乐平安 依靠主来坚强面对 自卑忧愁离我远去 睡眠质量提高 我感觉精力充沛 精神旺盛 感觉全身一身轻 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压力 我通过读圣经 祷告与主交流 主在我心里 我也在主里面 圣经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常常感谢主 在我身上显示的大能 因照我的信心 主耶稣赐予我 喜乐平安的福 我一决心信主 永远跟随主耶稣 照着实价执行 永远不离不弃 永不回头 迎接主的再来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卢苏贤 98年开始 我就参加了美国教会的社区 读经班认识的组 直到00年 我刚怀上的女儿 就得了厂前忧郁症 失眠了两个星期 在极度绝望中 我向主祷告绝志 当天晚上我就睡了四个小时 从那以后 到身一直睡眠良好 生产也很顺利 认识主17年 真正让我决定受洗 是我感受到主的恩典 今年7月28号 我做了七个半小时的高难度的脊椎肿瘤手术 从决定做手术前的三个星期 我一直充满喜乐和平安 手术前的一个晚上也能睡得很好 手术前两个星期 姐妹们和我自己也开始祷告 在这个期间我一直抓住主 对主充满信心和顺服 手术当天 父女天地很多认识我的和不认识我的姐妹 从早上6点半 6点30分 到晚上11点30分 每个小时都有人给我祷告 所以我特别放心 我知道主是一定能够听到我们的祷告 手术晚上9点半钟结束 11点半钟我就醒来了 我还没有看到 我没打开眼睛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两个字 耶稣两个宠字 然后我睁开眼睛 动了一下手脚 没有任何的痛苦和不舒服 但是我就有两个念头 我需要祷告和水 当晚我就进了吉父房 十个小时之后 我就能够走路了 医生说我是奇迹 但是我知道主才是奇迹 我生病了一连半 奇迹里面主一直保守我 没有让我受什么痛苦 手术后也没有用一滴止疼药 而且让我肺腑得特别神素 因为主知道我很怕麻烦人 在此我就特别感谢 在此我特别感谢 陈寅姐妹还有王师母 和父女天地的姐妹们 为我祷告 和在我属灵的路上给我帮助 也感谢主的恩典和大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叫卢婷 我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没有神 我无法想象 这个靠着自然的演化 能够造就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照理讲 我神是离我那么近 几乎是触走可及 但这条路我整整走了22年 感谢主没有放弃我 22年前 当我踏上这片国土 我是意气奉发 当教会弟兄接近姐妹接近我的时候 我是那么不屑一顾 我相信神的存在 但是我更相信自己的力量 每次我被拉进教会 我是如坐针毡 当神向我伸出一只手的时候 我就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婴儿 我毫不犹豫地把父母的手 推到了一边 一晃 十年过去了 我除了多了一些沧桑 更多了一些无奈 我第一次犹犹豫豫地 主动地走进了教会 我不停地问自己 我需要什么 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张开双手欢迎我 虽然我不是那么如坐针毡 但是我依然在 是不是接受神的 而为接受神 而在犹豫不决 一晃又是十年 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老三很快就要出世 过去的十年 我让我感到了真正的无奈 当我向孩子大发脾气的时候 我内心是多么希望能改变自己 面对神 我感到了我的渴望 我感到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神 在教会的一年多时间 通过兄弟姐妹的帮助 和对圣经的学习 我对基督有了更深的了解 当然 即使今天 我对圣经也只是出汇皮毛 但是我充满了信心 相信在祖里 我能够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 对祖的心意有更好的体会 经过洗礼 我希望能够告别以前的我 让我得到重生 以后我要随时记住 我不光是代表我自己 我的一言一行 都要彰显神的荣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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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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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 感恩 エ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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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 现在就 请 感谢观看 对神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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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为为你 感恩 我们我们